呼叫浪哥 呼叫浪哥 诶 谁在说话 是我浪哥 我是机甲大佬 我现在用悠悠给你说话呢 你们听我说 我现在被困火星 速来救我 好家伙 几天没见 黄金机甲大佬居然跑到火星上了 真会玩啊 不过 看样子他应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兄弟们 你们说咱救不救他 支持救的扣一 不支持救的扣二 兄弟们 不会真的有人扣二吧 嘿嘿 不爱 不可以 别 浪哥 这个还犹豫啥呀 肯定得救啊 他可是咱们保安大队的金主啊 诶 瞎说什么大实话 那明明是因为他是咱们的朋友 朋友勇战 咱当然得出手相助啦 走走 兄妹子 咱们俩一起去 看他到底怎么了 OK 到火星了 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来吧 展示 浪哥 你可别浪了 咱们还是先找到黄雀技巧大佬再说吧 对对对 看他给我发的视频呢 应该没在那边的工业区 所以咱们先绕着河流找一找 这边有个小跑酷 你小心一点 跟紧我啊 小妹子 这边距离有点远 需要借用一下抓勾 咱们直接勾就行 OK 秀也过来了 哎呀呀 你们终于来了 不是 大佬 你不是说你遇到困难了吗 我怎么感觉你过得比我们还舒服 嗨 虽然我被困在了这里 但生活还是得过的嘛 所以 到底怎么个事 我看你这里没危险啊 这里的人都撤退了 我没赶上大部队 不过还好这里还要一架火箭 但是它的大门被锁住了 需要密码才能进去 所以我是出来寻找密码的 但没想到来到这里却发现没路了 想原路返回也做不到 你要是再晚来两三天 我可能就要饿死了 哎 大佬 哪里有个瀑布耶 你进去过吗 我不敢进去 万一不是出路 那我岂不是更惨 呃 真是无语了 那个 你在这等着啊 大佬 我先踏踏路 老在这儿待着可不行 那可太感谢你了 浪哥 哎呀 大佬 你要是真想信我们呀 那就请用蛋壁砸死我们吧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好 家伙 穿过瀑布 这里水流突然湍急起来了 而且呢 还有激光扫描 这不过这里确实可以走啊 秀儿 大佬 跟我来 你们小心一点激光啊 我来 哈哈哈哈 漂亮 接下来就简单了 都跟上 哎 桌子上好像有东西 一把破车钥匙 这边还有一个开启芯片的钥匙 拿走拿走 万一到时候有用呢 来 家人们 这个电机有点小 咱抱着上去啊 OK 就这样吧 我抱着你们走 nice 出来了 接下来咱们就再考虑 怎么回到蛋台岛了 哎哎哎 快看 这里有辆超帅的吉普车 刚才捡到了车钥匙 刚好可以打开这辆车 来来来 都浮问坐好 浪哥我要开车啦 不是吧 浪哥 这么慢的车速你都能开发 太多面弱哎 哈哈哈哈 这边需要我们找两个遥控器 来控制塔雕 一个在家站顶上 还有一个呢 在家站后边的废弃电厂里边 拿回来之后 到家站这里 就可以启动塔雕啦 咱们上 好 继续往前 都小心别掉下去啊 这边就稍微有点难度了 我们需要呢 先跳到塔雕上 等它运动到位置之后 再跳到传用带上 这上面有漏电 小心别被电倒 快看到了啊 这是不是你要找的密码 没错 就是它 好 咱们走 输密码 647 OK 密码正确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火箭控制器 然后呢 打开保险箱 将芯片放入凹槽 GoGoGo 家人们 都准备好了没 咱们要点火回家啦 好耶 回家啦 好 准备 3 2 1 启动 回家啦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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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